蒼蘭哥今年正值兒曆之年 某天當哥結束一整天的門診 起身之時突然覺得半邊手腳無力 只好趕緊搭給依依九求救 喂 依依哥們 我看了天啊 我今天給我突然問你手腳無力 慘了 怎麼講話突然變大舌頭 抵達急診室後 醫師先請蒼蘭哥將兩手平舉 再請蒼蘭哥笑一個 立馬判斷哥可能是早發行的中風 進一步的檢查發現 蒼蘭哥心臟的左右心房之間 竟然破了一個洞 醫師高度懷疑是 卵圓孔未閉合所引發的中風 卵圓孔未閉合 心臟破洞 中風 搞不懂啦 有沒有蒼蘭哥的胃膠裡面可以看 好 大家好 我是唱哥 那麼近年來呢 這個腦中風似乎有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啊 顯示這個中風其實不只是老年人的專利這樣子 那尤其是這些年輕人發生的小中風 常常這些年輕人都沒有三高 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 這些都沒有 結果竟然發生小中風 結果後來檢查才發現竟然是 心臟的卵圓孔未必 就像我們剛剛演的情境劇一樣 究竟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狀況呢 那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神經內科 和蔡孫達主治醫師幫大家解答這一系列的疑問 大家好 我是蔡孫達醫師 好的 那首先請問蔡醫師 我剛剛勤進去那個沒有力啊 然後那個嘴角歪斜 講話不清楚 這個是腦中風的症狀嗎 對 的確這是典型腦中風的症狀 如果剛發生要趕快去急診 如果一段時間的話就到神經內科的門診做檢查 就是腦中風有個黃金治療時間 如果真的懷疑有剛剛這些症狀的話 就盡量趕快去求診這樣子 那我接著請教蔡醫師 因為中風一般我們有分成缺血性的 跟粗血性的 那缺血性又佔比較大部分 那請蔡醫師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叫做缺血性的腦中風這樣子 就是中風是大家耳熟能詳都知道的事情 民眾都會講說我痠腦筋啊 就是腦筋斷掉了 醫學上講他叫粗血性腦中風 就可能血壓太高血管就爆掉了 就是粗血性腦中風 大概佔百分之二十 然後剩下百分之八十就是 昌蘭哥提到的缺血性腦中風 它是血管去塞住的腦中風 然後這種腦中風它原因很多 那最多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三高 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等 可是還有一些是不知道原因 可能佔了百分之三十 那我們就會找他到底是為什麼中風的啊 然後其實在這群人裡面大概又有一部分 可能到百分之五十是有 軟圓孔未必的狀況 所以等於是後來去找原因的這一群人 發現很多人都有軟圓孔未必這樣子 對它比例是不低的 那這個軟圓孔未必是什麼樣的情況 為什麼軟圓孔未必會造成年輕型的中風 就軟圓孔它是心臟的一個構造 然後它在胎兒發育的時候它要幫胎兒呼吸 因為胎兒一開始還沒有肺脹 對 然後大概五到七個月就會關起來了 而有的人到一歲還沒有關 那這個就叫軟圓孔未必 在台灣成人當中大概四分之一有這種現象 可是不一定每個都會中風 可是少數的人他真的就 血栓過來就會造成這個中風 所以如果比較年輕的中風 我們還是會尋找說有沒有這個軟圓孔未必的現象 因為可能跟他的中風是有關係的 這個可以幫蔡醫師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心臟有心室跟心房 所以軟圓孔是兩個心房之間的一個洞 對那今天如果我們那個 譬如說我們腳啊 還是怎麼樣 之前有部影片跟大家講過這個肺酸塞 譬如我們腳有些血栓 回到心臟之後它會先到右心房 對那右心房呢 如果你又有一個洞 在你的右心房跟左心房之間 那這個血栓跑過去的話它就到左心房到左心室 然後主動賣工就有可能會上到大腦 所以一切就是算是有點運氣運氣的 但是如果有軟圓孔未必的狀況 就有可能會有這樣子酸塞性的中風這樣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小時候啊 你以為這個不足為奇的這個心動 造成我們現在年輕人的困擾啊 有可能造成年輕型的中風 所以大家不要再以為 你只有失戀的時候心會破洞 你有可能小時候心就破洞了 好那接下來請問蔡醫師 那如果真的有這種早發行的這種中風出現 會建議要怎麼樣 要去哪些科檢查 那如果發現有軟圓孔未必 那目前的治療之意是怎麼樣 就是像前面蒼藍哥生動的影片 那種中風的症狀 剛發生有黃金治療期間 一般在八小時內還是應該趕快去醫院的急診室 做急性的治療 我們中風都是緊急先搶救回來 後面幾天再來分析他中風的原因 住院之後就會做一系列檢查 包括前面講的三高 然後再來要做一些心臟檢查 然後特別年輕的病人就要檢查 是不是有這個軟圓孔未必的現象 就這樣做 找到他中風的原因才能預防 才能避免他下次的中風 檢查出來 真的軟圓孔未必怎麼辦 兩個心房之間有一個洞 那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就我們通常會分析說 這個他有軟圓孔未必和他有中風 那他的關聯性是多高 然後一般如果他關聯性很高之後 就要想說 真的是這個造成他中風 這個最好做法就是要把它封起來 因為封起來再搭配口服的藥 可以大幅減少這一類病人的再中風機率 可以減少到97% 講起來很簡單 我們心臟有動我們就把它封起來吧 那實際上是怎麼封 就是開心嗎還是怎麼樣 我們終於會滿有疑問的 就現在如果發現軟圓孔未必的話 可以不用像傳統的做開心手術 因為那個風險很高又很危險 我想就算我們錄了影片 大家也不會去做這件事 所以現在技術進步了 可以用心導管的方式來完成這個 把軟圓孔封起來的這個手術 心導管就是從右邊大腿骨靜脈 用管子進去 然後到心臟去完成這個封堵的手術 手術過程大概一小時之內 就可以把這個封起來 傷口沒什麼問題 通常隔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是一個安全又簡便的手術 明正要理解大概就是 其實我們會把那個 封閉軟圓孔的那個封閉器 就是從你腳就直接沿著血管 送到你的心臟 就把它封起來了 所以就不用 什麼伊隆開心手術 都不用啦 對都不用 對就是心導管就可以搞定的事情 那蔡醫師你就是這幾年來的一個經驗 你有沒有遇到這種年輕型的中風患者 然後後來真的是接受這種封閉器手術的這個案例 我有一個很印象深刻的病人 他是一位57歲男性 平常跟蒼蘭哥一樣很注重自己身體的健康 並沒有 這位先生他沒有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壓 然後都固定會去打羽毛球和網球 身體比我還要健康 可是他卻有一天發生了 蠻大範圍的酸塞性的中風 趕快送我們急診做血栓溶解劑的治療 術後我們幫他查了一系列原因 各種心臟的檢查抽血怪病都驗 我們還幫他驗做了癌症的自費的症子掃描 看是不是癌症造成了中風 就也沒有 最後整個搜尋完之後發現 他有一個卵圓孔沒有關閉 大概是0.9公分 蠻大的 他算是比較大的卵圓孔未必 所以後來我們就跟他解釋說 你這麼多中風原因都沒有 我們非常高度懷疑是這個 0.9公分的卵圓孔造成你這次的中風 所以後來就幫他做了這個封堵的手術 做手術的時候病人非常緊張 因為他身體健康過去很少在看醫生 他做導管的時候就準備要緊張 醫師跟他說手術做完了 那麼快 所以他出院非常的高興 就還請手術醫師和我們大家吃了一頓飯 就感謝大家幫他完成這個封堵的手術 而且基本上因為從大腿的那個靜脈 所以大部分是舉步麻痣就可以了 他有這個治療方法結果我負擔不起這樣子 這是非常實際的問題 因為想想看要做這個又要放風堵氣應該不便宜 不過好消息是在這種 年輕型的中風的患者 如果證實是跟卵圓孔有關係 這整個過程是健保會給付的 真的是包三包還便宜 我不知道該稱讚還是該 就是覺得 醫療人員跟民眾的看法絕對是不一樣的 對民眾來講當然是好事 有這個狀況的話 真的需要這個封閉器去堵住卵圓孔 健保是有幾步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這個醫療費用的問題 好那今天非常謝謝蔡醫師 跟我們提醒了很多關於 卵圓孔未必以及中風的一些重要概念 那再次提醒大家 卵圓孔未必在台灣人 其實比例蠻高的 四分之一 對你各位 目前四個人裡面 就會有一個人 可能你心臟就是有一個痘 不要以為是什麼失利 而且你沒有女朋友 不要再想這些東西了 好那如果你真的有發現這些 年輕型的中風 就像剛剛講的 可能有一些半邊手腳無力 你的笑容表情不對稱 或是你講話含糊不清 這些都要高度懷疑是中風 如果又是年輕型 那找原因啊 發現原因 發現真的是心臟的卵圓孔搞得鬼 現在也有健保給付的這種 卵圓孔的避核手術 對那都可以大大提升 各位就是未來生活品質 那預防中風的再度發生 所以一定要盡早求診 好那我們自己就到這邊 那喜歡觀眾朋友 記得追蹤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謝謝蔡醫師 謝謝 掰掰 我們下次見